大叔啊 你说这本事就没多大事 你干嘛非得住院呢 这是花多少钱呢 这这 爸 咱就别操心钱的事了 行不行 这里有上海最好的骨科 还有福建中心 你说咱们到这儿 做个彻底检查 我怎么放心呢 再说了 你这里要留点病根怎么办 您不知道老年人衰不得吗 现在 不是 谁老年人啊 你老叫我年轻的呢 行行行 你年轻 但儿子大老远的 从安徽班街道上海 还不是想静下孝心啊 难不成 你希望他知道你出车祸后 还一声不吭啊 行行行 鱼汤来了 热好了啊 来吧 尝尝 不是 这鱼汤怎么那么新啊 那个 小姑娘 你平常是不是都不做家务的 是不是都是点外卖 我跟你讲啊 这炖鱼汤啊 一定得放生姜片去腥 你 你看你这汤 你哪有生姜片啊 你 你 这 叔叔 我查过了 浇又活血的作用 会让你的伤口好得很慢 所以我没有夹 这都是为了你着想啊 这样吗 不是 我说一串 它有十举等着呢 你不是 哎呀 你就闭嘴喝你的鱼汤嘛 人家琪琪多贴心啊 我都没给你煮鱼汤喝 哪来那么多废话 叔叔阿姨 我只醒了半天假 要回去上班了 下次再来看你吗 琪琪不好意思 你叔叔她刀子嘴豆腐心 嘴上不饶人 但心里是念得你的好的啊 好 你们年轻人 别往心里去啊 大厨 送送 好 看看你 是 你能不能给你煮的 喝你的汤吧 思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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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生气了啊 我跟你说了 我爸这个人很难搞 不管他说什么 你就左手多进 右手多出 就完了 你怎么还挂脸上了呢 你爸真不是一般的难搞 我好心好意请了 家还尝了食谱 一大早弄那条鱼 我容易吗我 不领钱就算了 还嫌弃这儿嫌弃那儿的 我爸妈都没喝过 我亲手包的鱼 我真是为了什么 干什么人来扔我呢 不是 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让你 消气了 所以说只能用这种笨办法 其实 你要是觉得不够的话 那我再 你当我傻了 让我消气别让你规券盘就不错了 还让你占平亲我 那这样 来来来来 快快快 那这样 等晚上咱们下了板 回到家 关上榜门那一位 一顿收拾 好不好 光天化日呢 我说什么呢 你不气了 气 为什么不气 但是我这个人越粗越勇 我就不信没办法征服你爸 一会儿 我哭了 别起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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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